不发情况 郭艾伦缺阵 莫兰德继续缺阵 杨明遗憾 球迷表示可惜了 辽宁南兰又迎来了坏消息 辽宁南兰的两大核心球员再次被面临缺阵 辽宁南兰球迷遗憾送上了祝福早日康复 目前CBA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中 而且已经恢复了主客场制 各个球迷可以进入球馆为自己的球员加油 随着主客场的恢复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尤其是现在流行的病毒继续扩大 每场比赛进入的球迷超过千人 这样就病毒传染很快 而且双方球迷和球队球员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多 第三阶段比赛辽宁南兰已经打了两场比赛 第一场意外输给了山东南兰 其实山东南兰并不强 主要是山东南兰利用主场优势击败了辽宁南兰 而且本次比赛也很激烈通过两次的加时赛 终于有了比赛结果 第二场辽宁南兰大胜宁波南兰 给宁波南兰的年轻球员上了课 就在刚刚辽宁南兰迎来坏消息 第一个坏消息就是辽宁南兰今天的比赛取消 辽宁南兰也进行给球迷退票 第二个坏消息 辽宁南兰绝对核心郭艾伦再次被感染 就在昨天郭艾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微博 表示自己已经37度 特别不舒服 这个消息真的让球迷很担心 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大家去观看球赛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护 戴上口罩不舒服 有感染病毒症状的球迷 不要前往球赛保护自己 也保护球员 感谢您 veil 哦